赖富民调持续领先 但是否担心再也整合 赖清德似乎轻松淡定 在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后 TVBS最新民调出炉 赖清德以30%持续领先 其次柯文哲支持度23% 侯友宜19% 郭台铭只有14%排名第四 但是相比郭台铭参选前 赖清德支持度下滑了7% 柯文哲掉了5个百分点 侯友宜失去3个百分点 侯友宜 够通好 刻意晚到一鸣季 侯友宜错开柯文哲 靠新竹县长杨文科 拿下主场优势 不过他心心念念 郭董曾经的承诺会支持 在TVBS最新民调中 只有3x3的选民 认为郭台铭违反承诺 仅四成不决的失信 反而是多数 而谢就挺郭的政党倾向 民进党占5% 国民党17% 民众党12% 时代力量10% 台湾激进党高达24% 跟中立选民占比并列第一 民调数字都只是参考 郭台铭参选是国民党内的家务事 也是民众党最害怕的事情 民进党尊重每一位公民参选的权利 民调的数字起起伏伏 我们都会当作参考 重点是心头领好听 继续向前走 侯友宜会提出更多有感政策 来争取更多民众支持 柯文哲正英表示 对于民调向来都是参考 没有回应 纵观数字 郭台铭参战 对赖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都有影响 形成四方混战 TVBS新闻 叶俊宏 陈韵文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